先在两个支付选择中 我把其中选择变得略微复杂一点 两个选择都是很不错的 因为无论选择哪一种你都会获利 所以选择1 今天我就会给你100美元 我把它用红色圈起来 所以今天你会得到100美元 第二种选择 我会努力把第二选择写得清楚一些 这次不是一年了而是两年 所以我们假设这是第一年 这是第二年 事实上我会给你三个选择 这样可以把这些问题讲得更透彻一些 那么我把这两种选择都写在左边 还是用绿色 好我们接着讲 第二种选择是我要给你 假设 我也不确定 在两年后给你110美元 而不是在一年后了 在两年后我会给你110美元 所以 我再把要给你的钱 用红色圈起来 然后是第三种选择 第三种选择比较有意思 这个绿色稍微有点不一样了 第三种选择是我要给你 我会把这个选项从上面开始写 今天我会给你20美元 一年后我会给你50美元 一共是70美元 让我把这些数弄得接近点 然后在第三年的时候 我会给你35美元 所以这些就是我要给你的钱 我希望在这个例子里 我想区分一下实际的现金支付和现值 为了让这个例子简单一些 我们假设我会保证给你钱 我是一个很值得信任的人 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 太阳照常升起 我就会给你这些钱 所以 所以我和国库一样是没有风险的 我之前在讲现值的内容时提到过 有些人还讨论过 就是国库真的安全吗 事实是这样的 当国库向你借100美元的时候 我们假设是100美元 他向你承诺在一年内还清 国库会给你100美元 风险是一年后 这100美元还值多少钱呢 因为国库可能会滥发纸币 但是我现在不会讲这些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现值这个问题上来 然而事实上有时政府确实会违约拖欠债务 但是美国政府从来不会违约的 他会滥发纸币 所以滥发纸币也是一种违约不履行债务的情形 但是政府从来不会说 我不会不还给你钱 因为如果他一直不还钱的话 美国整个的金融体系会崩溃的 那么我们只能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了 总之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不做过多的评论了 现在我们再来比较一下选择一和选择二 并且还要重申这两种选择都是没有风险的 我可以把钱存入国库获得5%的利息 无风险的利率是5% 为了简化这个问题 我是假设简单点 为了简化问题 不论你是把钱放在国库一年 还是把钱放在国库两年 或者是放在国库三年 政府都会给你5%的利息 如果我有100美元 一年后会升值多少钱呢 我们已经算过了 100乘以1.05 结果是105美元 然后如果还有5%的收益呢 所以政府每年都会给你5%的利息 那就是105乘以1.05 答案是多少呢 所以是105乘以1.05 等于110.25美元 所以这就是两年后的价值 所以无需计算限制 这实际上比两年后拿到110美元要好 如果你现在就得到这些钱 然后把它借给政府 因为政府是没有风险的 他会在两年后给你110.25美元 而我只是给你110美元 所以这是公平且有利可图的 但是我们所关注的是 我们正在解决的是限值的问题 所以我们所讨论的都是在今天的价值 也就是说这110美元在今天的价值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往回算 两年后的110美元在第一年实价值多少呢 用110每年除以1.05 我们只要反过来计算即可 然后就会得到答案 这个数字就是用110除以1.05得到的 然后为了得到限值 今天的价值 再除以1.05 所以用110除以这个数 如果再除以1.05会得到多少呢 先除以1.05 然后再除以1.05 实际上我除以了1.05的平方 答案是多少呢 我是故意这么写的 因为我想让你熟悉这个写法 因为这是所有的限值和贴线现金流的计算公式 是除以1加贴线率 再取年数的指数 这是所有的一切的基础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 除以1.05的平方 因为这是两年期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110除以1.05的平方 得数是99.77美元 所以这再一次证实了 两年后110美元的价值 它的限值 如果我们假设5%的贴线率 这个贴线率就是经验系数在金融学中出现的地方 你可以调整贴线率 可以对贴线率做一些假设 可以做任何的假设 但是现在为了简化这个例子 我们假设的是无风险的贴线率 当贴线率无风险时 可以得到99.77美元 你可能会觉得 这确实不如第一种选择好 比起99.77美元 我宁愿今天就要100美元 现在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第三个选择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选择呢 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算出每一笔钱的限值 所以20美元的限值就是20美元 那么一年后50美元的限值呢 一年后50美元的限值就是 所以加上50美元除以1.05 这就是一年后50美元的限值 然后再算出35美元的限值 所以加上35除以 这是两年期的 所以要把贴线率平方 除以1.05的平方 和我们之前算的一样 所以我们来算出现在的限值是多少 注意要把每笔钱的限值都加起来 用我的tl-85型号的计算器 我们来看一下 20美元的限值是20美元 加上50美元的限值 就是用50除以1.05 加上35美元的限值 35除以这是两年期的 所以要将贴线率平方 所以就是除以1.05的平方 然后答案是 近似值是99.37 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三种选择之间 做一个很好的比较了 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困惑 可能有人会找你 这个人的工作可能是帮你制定退休计划 或是提供保险业务 他们会说 你在A年B年和C年给我多少钱 那么在B年C年和D年 我会给你多少钱 然后你会觉得如何比较是否划算呢 那么这就是你比较的方法 你把所有的钱的限值都计算出来 知道这些钱现在的价值 就像我们刚才算的一样 我们算出第一种选择是最好的 只要根据数学计算 结果就能比较出来 如果我降低贴线率 如果贴线率降低 结果可能会改变 可能我下节课会讲 讲一下贴线率的重要性 时间不够了 下节课我们再接着讲吧 今天我ください 我拥就了 不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